來看一下,現在我這邊已經OK了對不對 好,那你先來看一下,如果各位你是下載我們剛剛那影片的 你可以到這邊 在這裡 我剛剛有下載一個這個 煙霧的 這樣你們上面比較看不到 在這裡有一個檔案,你可以直接這樣丟進來就好 跟剛剛那個背景一樣丟進來 好,你看我這裡有沒有一個綠幕影片就進來了 有一個有煙的喔 有煙的喔 好,那這個煙的這樣進來之後 它是疊在我上面 所以你從下面這裡 我們剛剛在這邊是不是有個來源 這裡就是像,好像塗層一樣,所以你可以調整 按著拖曳調整它的什麼,塗層的順序 調整塗層的順序,如果我希望它放在我的後面就按著往後拉 有沒有它就放在我後面了 蛤 這樣不行嗎 現在拍電影都這樣子啊,你不能在現場放煙啊 你會把演員熏死了 對不對 後製就好了 然後呢 這樣綠色不行 所以你點到它 其實我們一般 不是只有視訊 照片也可以 你就在那個照片上面或視訊上面按右鍵 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下面有個叫濾鏡 在這裡 濾鏡 你把它按一下 這個方式其實跟我們一般在做影片剪接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呢因為我們現在螢幕比較小,所以這個視窗 你可能要稍微把它縮小一點,有沒有變成這樣子 變成這樣稍微把它縮小一點 不然那個下面的選項會看不到 這個視窗你可能要稍微拉小一點 好 在左下角 有沒有叫特效濾鏡 找到加號 就在這個地方 你要把那個視窗,如果你螢幕夠大就不用做這件事情了 如果螢幕不夠大就要稍微把它 縮小一下,好,按加號 你會找到這裡有一個叫做色度鍵 倒數第四個 色度鍵 都找到了對不對 好 我們把它加進來色度鍵 你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我照預設值就好,確定 那麼預設呢,它就是什麼 就是 以綠色為主 有沒有 預設 在這邊,是不是就是綠色 綠色 所以如果你的本身剛好 你找的素材 背景是綠色的 就不需要做 不需要再做調整 如果你找的是藍色的,你就把這個地方設成藍色 那它會有一個基本的顏色在裡面,那你選好了之後呢 一個原則我們在用的時候 是主要會調這三個而已 就是相似性 平滑度 還有所謂的建設溢出減少 那要特別注意一下是由上往下調 這三個選項 由上往下調,你不要 隨機的由下往上或中間先調 先從相似性這個先調 比如說你看 我這邊做一下給你看 你用完了之後你可以拉到旁邊 其實因為我剛剛那個綠幕有沒有 所以其實 事實上它馬上就去掉了 那你會覺得奇怪 真的有嗎 有 只是因為我現在這段影片 來你們看一下 有的人你的影片可能已經 消失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預設它只播一次而已 你看我現在回到這裡來 你可以在這個 我剛剛的那段菸的影片是這一個 我可以在這上面直接點兩下 或按右鍵內容 你點兩下也可以 你看下面這邊它有一個 一個選項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循環沒有勾起來 所以如果你的影片比較短 那它就是只播一次就沒了 如果你把它勾起來它就會連續不斷的播 就不斷的播 所以我這邊先勾起來不然你就看不到 那個菸 你看我的菸要來囉 有沒有在後面已經去背好了 這樣會有危險 好 那一樣的你按右鍵 選擇濾鏡 我又重新回到這邊來 這樣你有看到那個菸去背的效果了吧 但是呢如果你覺得我這個 萬一不夠好的話 你就點回來這個色度鍵這邊 你可以這樣 直接看到後面 那就先調整 第一個就調整它的相似性 相似性越高它越透明 有沒有 越少就會去 越接近原來的 越接近原來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那個平滑度 平滑度越高那個什麼 它的那個 那個 邊緣 會越模糊 就它會有點雨化 我們講的柔邊 柔邊的效果 那如果是這個溢出的話 你往右邊一點它會越接近 黑白的 往左邊一點會接近什麼 你原來的顏色 接近原來的顏色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樣 不夠大的你也可以找那個瀑布啊 我裡面也有瀑布啊 有沒有 Waterfall這個 如果你覺得外面下來下的不夠大 有沒有 你需要比較大一點的 好 我這邊好了 我就把那個瀑布拉進來 進來了 這樣有比較大的嗎 好一樣的你看按右鍵 濾鏡 其實都一樣的做法 都一樣的做法 所以你找到之後 因為這個OBS其實 它 可以做錄影也可以做直播 也可以做直播 所以你看我這樣一去掉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水去的還不夠清楚 你就再把相似度再調高一點 它的水就去的更乾淨 這樣有看到了嗎 這樣OK 然後呢我們就要馬上來抽人 抽人幹嘛 拿攝影機 我看一下哪些同學進來的 我們現在8位同學 在這邊 有幾個還是訪客的 你可以改一下名字 這裡面有幾位 剛剛有幾位是用訪客的 你可以名字改一下 我們應該 有沒有 名字怎麼改 在右上角那裡 右上角那裡你可以編輯個人資訊 右上角這邊 你可以進到這裡來 右上角 編輯個人資訊 這樣名字就可以改 改成你的 就可以了 這樣OK 好來 先抽兩個嘛 你不知道 柏林 有一個是訪客 哈哈哈 訪客重抽 好啊 駿宇 柏林跟駿宇在哪裡 太好了 馬上就拿回去了 可以比較看看 來 等一下欄目到你那邊的時候 我有幫你準備獎桌 在這裡 你找這個 PNG透明圖這裡 我有幫各位準備獎桌 你點進來之後 這裡有幾個獎桌 如果你要找這個已經失業的也可以 他不是已經失業了嗎 我這裡有獎台呢 我有倒影的獎台好嗎 你就可以把你要 還是你要羅馬柱也可以啊 等一下要告訴各位 這些素材 有些是你可以去找的 那有一些呢 當然你可以 自己製作也可以 你看我把獎台就把它放進來了 有沒有 我把它放進來了 所以我做好 這裡 糟糕變模糊了 嗨 我這會自動對焦 來 所以你就可以把 自己的 放好 然後把人的 這樣 該不會以後你們都是這樣子的吧 布木我看一下 我剛剛這邊轉太過來了 好 我要切這一邊了 現在你知道網紅都怎麼做了吧 結果今天不是要來學剪輯的 是來當網紅的 哈哈哈 有沒有你就 你就知道 還是你要 撥氣象報告 也可以喔 我找個 來我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有一個網站你們應該在電視上多多少少會 看 看過吧 Windy 這個氣象報告啊 這個網站有沒有看過 這個網站啊 有看過嗎 有 有吼 來你看一下 我們也可以把它拿到我們這裡面當一個背景喔 你看我加號的時候在上面這裡 在這裡 我在這邊 增叫來源的時候我告訴他 我要有一個網頁的來源 第一個 BrowserSource就是網頁的來源 我來告訴他我要有一個網頁來源 好確定 那 那這裡呢你可以告訴他你要哪一個網址 還有你的螢幕的大小 比如說我這邊是1280x1024 好確定 有沒有氣象就進來了 這樣有看到的齁 所以你要 當氣象主播你應該知道 該做什麼事情了嗎 各位 我們現在是明治氣象台 來 如果你好了可以按下右右手邊這裡有一個什麼 右手邊這裡有沒有開始錄製 你真的可以錄下來喔 我們今天是講影片剪接嗎 不是當網紅喔 所以我站第二個 開始錄製喔 開始錄製 好那你現在在報導的時候你在講話的時候你就可以 真的把它錄下來 就真的把它錄下來 就真的把它錄下來了 像 我講到這樣子 待會我們就可以來看看怎麼看它錄下來 跟做 影片跟做轉檔 好不好 好 好 好